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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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半年游客绝职,香港人又要stay home 又想voccation 于是酒店老板立刻路跟急转弯 纷纷推出staycation的套餐来招客 住一次酒店多多少少有些旅行的感觉 于是在疫情期间 酒店的员工一点都不清闲 因为大部分酒店都住满了本地的staycation客 日前,网上封传一段视频 是半岛酒店一个房间check out之后的灾情 一班客人租了房间开生日party 不知道是不是玩了一些掌门人那类 订蛋糕玩食物游戏 影片所见,场上片,电视柜,电视,地毡,梳化,茶几,窗帘 等等地方全部都是忌廉和食物的残渣 加上一桌一地,纸巾、杯碟、垃圾 看到堆蛙烟 香港人的素质和品格原来已经低劣到这个地步 事后半岛酒店只要求客人赔偿3000元的清洁费 老实说,真的便宜了他们 另外有网传一张酒店的照片 比半岛的房间更加得人惊 床单被人拔光 床褥濕了 床头柜推到在地下 满房满地的垃圾 几百尺地方,没有一个位是完好的 他们的共通点是两间房都有气球这些生日的装饰 很明显,住客不是来度假 而是离开疯狂生日派对 我的小孩真的越来越厉害 一岁就开生日会 麦当劳那种派对已经过时了 现在大部分的小孩子的生日会 都会在屋苑会所举行 简单点就会订食物到会 再厉害点就请厨师来坐镇 一岁开到十八岁 已经没了惊喜 于是年轻人大一点 就会一班人夹钱租个party room 兴生 可以唱一下k打下机 按时收费 后来party room 没什么新意 年轻人就改租酒店开生日会 不单高级一点 还有藉口留宿玩通宵 近日疫情下 酒店没什么生意 经常推出生日优惠 或者staycation价 有些酒店还提供免费的生日布置 以一晚四五百元的廉价 招来这种本地客 朋友是做酒店前线服务的 他说现在很多酒店 99.9%都是香港人 你以为同声同气会容易做些吗 绝对不是 历劫大半年 前线员工一致认为 香港客人可以列入全世界最难服侍的客人 无知一 他们说这些客人 经常投诉要求多多 又要早check in 又要迟check out 五六个人迫在一间商人房 要这样要那样 有酒店员工在网上讨论区留言说 他们喝醉酒勾到整房都是 红酒又倒入床、被枕头 外卖倒捨了 就踩到一房都是鞋印 当我们在嘲笑内地大妈带着小孩 随地阿尿的时候 其实想想我们的品德又好得多少呢 香港人的最大问题 是从来都不用执手尾 毁坏的街灯三天就恢复了 打烂的地铁第二天就开回 喬烂的地砖一眨眼就填平 打烂的城市 阿爷会帮你拯救收拾 于是倒捨食物 有人掃的 搞乱房间有人收拾的 房租也包了 对的嘛 曾经我们以香港人自豪 今天连住一晚的酒店 都可以这么刁人 香港的招牌 真的已经退色到 剩下一堆冲白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姬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